大家好 我是华星辈奥哥 今天呢是12月2号 我身处地方呢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 为了讲述呢 真实老行情 首先呢 是15%的麦克斯 给大家迎来是用信息的改革方案触点 这个东西呢 不管说是咱们卡列机呢 需要这个触点方案 到时候那种食物系列 如果说无所降降了 是吧 大家考虑无所及其的时候 也会考虑它的改卡的方案 一个是盒子 一个是触点 这是目前能够换卡的比较好的方案 但是跟大家说 还是优先推进大家呢 改类置 因为类置呢 还是目前最稳定的一个稳妥的办法 只是不好换卡 因为这些东西呢 涉及到外部的一些传输啥的 都会有些延迟 或者说信号不如类置稳定 像目前这种食物系列 麦克斯 这种普洛 都是因为没一个稳定的方案呢 价格呢 是每天的暴跌 只要5000出头 这呢 是史诗普罗麦克斯256G的 这是国航的机器 然后这个机器呢 外观橙色还比较的不错 九八成星 电池呢 它只有充电300台次 它就电池只有八十六了 像这个机器使用时间也没那么久 只是这个兄弟呢 可能说自己边中边玩 打游戏呢 导致电池的损耗了相对来说 坏一点 像这个机器呢 咱们639人收到了 对比一些之前的一些机型啊 什么的 价格确实是便宜的不少 这还是国航的 是吧 此时普罗麦克斯跟15普罗麦克斯在 发明体验上面的差距真的还是没那么大 大家可以着重考虑一下 这个呢 是13普罗麦克斯256G的 这个机器呢 真的是一跌再跌 连环下跌 让人很多人都死掉不及 没有遇到 这种同货商真的是哀红遍野 像目前这种比较橙色好的 只要43005拿货了 外观橙色呢 都可以橙色非常好 电池呢 都是90多的一个高电 不是那种电池低的 也不是那种橙色差的 价格真的是降了很多 可以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跌的幅度呢 应该大概在1200的样子 你想一下 两个月时间跌1200 一天的跌多少 是不是 那很多人同货商呢 稍微生意做了大一点的 都亏损不少 这个呢 是13256级国航双卡的 目前这种机器拿货了市场价来3200的样子 外观橙色呢 达在个酒吧形的一个标准 轻微的一些细小的使用痕迹 电池效率呢90左右 像这种机器呢 应该来说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卖 基础版的这苹果13这种机器呢 问的能比较多 要的能比较少 因为可能说大家对于这种机型的考虑呢 它没有够刷 对吧 当然它的续航能力呢 还是比较足够 主要是13跟14呢 差距就比较小 然后14线的降降率比较明显 大家会买新一点 这个呢是14plus 一般一般18G的这有所卡贴机 很多兄弟呢 会黑的卡贴机 卡贴机这种 虽然怎么说呢 它续航啊 信号确实它不如不索的 但是它价格确实划算一些 而且很多兄弟 它为了黑这个东西真的是为了黑而黑 像这个机器呢 本来就需要改卡 改卡也是有几小概率的出现问题的 然后这个机器就是不读卡 不读卡呢 就被别人黑成什么信号不好 你卡都读不到 你哪里来的信号呢 是不是 像这个机器呢 充电只有10级来是电池100 城市还比较的不错 拿货架也是比较便宜2700块钱 这是咱们讲事实讲依据 给大家少许说 这个是12128G的国行 这个机器呢 也是今年将的比较多的 今年下半年的手机行情啊 真的是比较差 大 这个降价呢 是相对的 我们市场行情叫呢 大家手里的也会这样 卖的时候也卖的更低 像这个128G的 咱们回收将2000块钱就够了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真实的奥行情呢 都会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呢 大家的支持